踏上我们的战场 热血在霸荡 你的加油在心上 绝不退让成为你心中的肝脏 五方 肝脏 嘿嘿 We will win 这一颗胜利降临 五方肝脏 We will w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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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你这个礼拜看球了吗 大家好 我是威廉 欢迎来到尼玛帮帮忙 节目停根了三个礼拜 那这三个礼拜 坦白讲 我也不是偷懒 就刚好礼拜一有比赛 新装有比赛 Plus League的富邦勇士 有季后赛还有台湾大赛 那我就进场 或者是在家看转播 就把录音的时间 给浪费掉了 以至于造成有三个礼拜的节目 没有更新 还请各位听众 多多包含体谅 节目的一开始 我就首先来聊一聊 这两个礼拜 跟着富邦勇士 从季后赛 打到总冠军赛 我个人的一个心得 首先 我是一个平常就会看转播的人 那在心血来潮的时候 或者是对战组合 很吸引我的时候 我也是会进和平体育馆 去看球的一位观众 但坦白讲 今年Plus League 包括例行赛 包括季后赛 到总冠军赛的热潮 确实是有吓到我 我没有想到 在台湾 竟然在短短的第二年 就能够如此的疯狂 在季后赛的时候 打进去季后赛的四支队伍 几乎场场都是满场 这热潮 可比十几年前 还有红管跟白管的时候 职业运动坦白讲 观众多 就一定会热血 一定会激昂 真的 今年开始 在现场看Plus League 真的是每场比赛 都会热血沸腾了 今年的富邦勇士 坦白讲 在一开始打立行赛的时候 并没有被外界所看好 原因就在于 福禄寿已经又老了一岁 再加上 工程师请来了星巴 这个号称 在台湾是无敌手的一个洋将 确实在立行赛的时候 几乎是肆虐其他五队的禁区 每队都找不到可以对付他的方法 而富邦勇士在立行赛 在经历了疫情 以及伤兵的问题下 最终在立行赛 是以第三名作收 那以第三名作收的意思 就是包含在立行赛的第一轮 他是没有主场优势的 所以包含在打进到季后赛的时候 球评、球迷以及舆论 都比较看好 立行赛排名第二名的台新梦想家 那虽然没有被各界所看好 但是身为富邦勇士的球迷 能做的就是多多的进场去支持 去呐喊 那我个人是进场去看了局势 刚好这一场比赛 富邦勇士有把他赢下来 打进到总冠军赛 原本的和平篮球馆 立行赛虽然没场比赛 进场的人数也很多 但坦白讲都非常的安忌 甚至被戏称为和平图书馆 但是我必须讲 在包含G3以及G4 在Travis的带领下 我们勇士的球迷 显现出了要拿下这一场的决心 真的加油声非常大声 甚至有很多的朋友 站着在看球 也会对球场上客队的球员 喷垃圾化 这一点让我非常非常的压抑 这种主客敌我分明的状态 坦白讲 是我在上一季的普拉斯利的比赛中 所感受不到的氛围 很顺利的 在我们全场富邦勇士球迷的加油呐喊下 勇士顺利击败了可敬的对手 台新梦想家 而闯进到了台湾大赛 那台湾大赛的对手 是在例行赛排名第一的新竹街口工程师 我必须要坦白的说 在普拉斯利六队的主场经营中 以新竹工程师的经营是最成功 再加上他们的行销也非常的好 所以说在竹北体育馆打球的客队球迷 压力是非常的大 那既然身为例行赛的第一名 在总冠军赛的主场安排上 新竹街口工程师 他们就拥有了优势 第一场比赛 富邦勇士在领先最多22分的状况下 最后被新竹街口工程师逆转 输掉了第一场比赛 而在第一场比赛的赛后 勇士的总教练许静泽许总 他有对外说明 如果勇士要在这一场的系列赛中 拿下冠军 必须要在新竹街口工程师的主场中 赢下至少一场比赛 那很高兴的 富邦勇士在第二场比赛 他们做到了 而将战线以1比1 回到了和平体育馆去进行 属于富邦勇士的主场 也是这个系列战的第三场和第四场比赛 而回到了和平体育馆之后 富邦勇士也很生气的 把这两场比赛的胜利都给拿了下来 那打完了前四场比赛 勇士是以三胜一败 听牌领先着新竹街口工程师 而在新竹所进行的第五场比赛 虽然勇士在第二节打完之后 甚至在第三节打完之后 也都还有十分的一个领先而进入到了第四节 在高国豪不放弃的努力下 投进了两颗不可思议的三分球之后 勇士的领先只来到了两分 最后 新特利顺利的拔进了两球 将比速的领先来到了四分 最后一局高国豪出手没进 不帮勇士就辛苦的拿下了这一场顺利 也拿下了总冠军 身为冠军队的球迷 我必须要讲 很累跟着球队这样一路一路的跑 不管是进场看球 还是在家看转播 因为实力非常的接近 真的非常的紧张 拿下了总冠军 虽然很开心 但是更让我开心的是 台湾蓝坛的蓬勃发展 很多的情侣进场看球 很多的家庭客进场看球 在场边期 一场比赛 要价要一万以上的一个席次 也都坐无虚席 这代表着 只要你用心经营 不管是篮球 还是棒球 在台湾市场上 终究是会被球迷朋友所买单 也因为情侣 还有家庭客 非常的多 更代表着 看职业的篮球运动 或者是看职业的棒球运动 都是一项 很正当的一个休闲活动 毕竟 我们这一个节目 是属于棒球的podcast 我也不好意思在节目上面 篮球的部分 占用太多棒球的时间 最后 我分享一个 富邦勇士 在总冠军赛 输掉最后一场比赛之后 在第二场比赛 开始打之前 包含教练 包含球员 在围圈圈 喊声 所喊的一个内容 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 我想 富邦 One more的意思是 再一个好球 再拿下一场胜利 但是对我而言 现在的我 在听到了富邦 One more 这句话给我的意思是 勇士已经拿下了总冠军 那富邦的另外一支职业球队 对 没有错 我就是在讲你 富邦和将 加油好吗 可不可以和富邦勇士一样 为富邦的球迷 再拿下另外一座 的总冠军 富邦 玩梦 来吧 空吧 充满一起撑吧 来吧 空吧 充满一起撑吧 全部声响起来了 迎接决策时刻 我动物不可 来吧 富邦和将 去世代吧 广鹏猛渣 以及必杀救生吧 富邦 来到我们的邦邦周报 那上周的比赛 原本预计是安排打四场 那其中在礼拜一的那一場比賽 英語保留在台南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看 7月5號礼拜二 在新莊主場的比賽 對戰中慶兄弟 雙方的先發投手分別是江紹慶以及鄭凱文 江紹慶首局狂丟保送遇上大亂流 兄弟趁機攻下2分 加上鄭凱文7局的好投手鎖住局面 一路領先到最後以3比1贏下比賽 部幫苦吞5連敗 江紹慶首局控球失準 一開局連丟3個保送形成無人出局满壘危機 此戰江紹慶投出4次保送 中慶兄弟靠著2次的高飛犀牲打換回2分 最後因兄弟發動倒壘戰術失敗而結束了這個半局 也形成了罕見的單局3個出局 但是卻零個打數的罕見狀況 首局亂流後 江紹慶逐漸回穩 接下來的幾個半局都能穩定的解決打者 最後仍然以投滿6局僅失2分 繳出優質的先發內容 用球數剛好100球 僅被打出了3次安打 5次3正 不過有6次的40球 而鄭凱文在教練團調度之下休息總共16天才再次先發 此戰相當漂亮壓制著富邦的打者 先發7局僅用了90球 用球數精簡 只被打出了3次安打 其中包含了高國輝本季的首風失掉了1分 且7局中有4局讓對手3上3下 兄弟則在8局上再多添加了1分保險分 最後以3比1收下了比賽勝利 賽後鄭凱文自責分率下降到了3.49 收下了本季個人的第2勝 並獲選單場MVP 富邦漢將則苦吞了5連敗 6局失掉了2分 用球數100球 被打出了3次安打 5次3正 6次的40球保送 這種內容 有需要一定要嚴重到下二軍去調整嗎 我想答案應該是很清楚 慶寶寶唯一要做的是他要去找出 為什麼連續的幾場比賽 他都在開局的第一局抱著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只要能夠解決 我相信慶寶寶他一定能夠恢復到王牌投手的身手 真的沒有嚴重到必須要下二軍去調整啦 本週的第2場比賽7月8號星期五 在天母客場對戰威權龍隊 雙方派出的先發投手 分別為郭毅正義局我們的大哥陳鴻文 一局上漢將聲浩尾靠著游擊手失誤上壘 同樣也因游擊手失誤跑回第一分掀持得點 三局下衛權展開了攻勢 陳鴻文對秋晨投出了4壞球保送 天哥急出生涯第5支三壘安打送回了一分 打擊威守備威的李凱威同樣也急出了長打貢獻了1分打點 黃伯豪獲得保送後 劉基鴻打出2壘安打再添2分 衛權打線單局出現了3支場打貫進了4分 反倒以4比1超前 五局下守名打者南某一樣安打上壘 蔣少鴻敲出了帶有一分打點的2壘安打 龍隊追加1分 六局下 曾傳生因為保送上壘 賽道上2壘 郭天信從賴智元的手中敲出了安打送回了1分 再靠著外野手的失誤攻占2壘 南某一樣再敲安打送回了跑者 衛權拉開了分差以7比1領先富邦 七局下張宥明獲得了保送上壘 邱晨打出了2壘安打幫助球隊再拿下一分 比數來到了8比1 八局上富邦展開反攻 面對第三任的投手陳冠偉 阿傳、高國林、戴培豐 皆由安打的演出 單局追回2分 九局上富邦再有攻勢 林哲宣敲出了長打上壘後 高國輝補上了一支2分砲 富邦追成了3分差 可惜最後未再添加分數 中場魏雪隆就以8比5贏下了勝利 不僅中斷了近期的3連敗 更拿下了本季對戰富邦漢將的第11勝 對戰的7連勝 此戰陳翁文、楚斗5局被敲出了6支安打 送出了2次的3勝4個保送 失掉了5分自責分 苦吞了本季的第5敗 而郭玉政則先發6局被敲出了9支安打 送出了一次的3勝 失掉1分非自責分 優質的先發表現不僅幫助球隊終止連敗 而且拿下了個人的第4勝 也獲選了單場MVP 為了加強火力 而把高家兄弟都排上了先發去守左右的外野 沒有錯 攻擊的火力有增加 可是手臂呢 包含手臂失誤 包含判斷的一個瑕疵 在這場比賽總共多掉了幾分 有些時候被技場打 並不是因為他真的是長打 而是因為野手判斷的一個失誤造成的產生 那如果這種情況下 是不是不要同時的在角落的外野擺上高家兄弟 一場比賽擺上一個就好 這樣子會不會在攻守兩端 能夠取得比較平衡的一個安排呢 教練團 希望你們有思考到這個問題啊 目前的外野手臂 似乎除了哲軒 還有申浩尾之外 包括陳真 王思聰 高家兄弟 張冠廷 戴雲真等等 似乎都沒有辦法給球迷 一個很安心安定的感覺 沒有錯 從二軍調整回來之後 這些選手的打擊 都有所發揮 但是好像在手臂上 進步的幅度就有限 那如何能夠增加 這些選手在手臂方面的一個成長 就有老二軍的外野手臂教練 要多多的去努力 多多的去盤心了 而在第三場比賽 7月9號星期六 一樣是在客場天母 對戰衛泉龍隊 雙方的先發投手 分別為鋼龍 對戰我們家的 范米特 衛泉在今天開賽 就有所進展 一局下 開路先鋒郭天信 靠著保送上壘 接著用速度倒上了二壘 加上隊友推進一路來到了三壘得分的大門口 至勝 敲出了中外野方向的安打 將郭天信送回本壘攻下的第一分 衛泉持續進攻 劉基鴻出身球上壘後 下一棒張宥明 敲出了40安打 衛泉再下一層 取得了2比0領先 三局上 輪到富邦展開攻勢 王政堂保送上壘 接著靠著道壘 以及哲軒的高飛球 近戰到了三壘 王聖偉敲出了安打 幫助王政堂回到了本壘 富邦追回了第一分 五局下 衛泉再度進攻 拿摩一樣 擊出左外野方向的二壘安打 讓衛泉有了得點圈的好機會 下一棒的劉基鴻 也敲出了長打 二壘跑著拿摩一樣直奔本壘 衛泉拿下本場比賽的第三分 雙方在比賽的後段都未在得分 中場衛泉就以3比1拿下比賽勝利 衛泉先發投手剛龍六局的好投 成功封鎖富邦的打線 拿下本季的第六勝 牛棚輪分上陣表現優異 王玉浦、羅華偉 各中季一局無失分拿下中季點 而終結者武朵也成功關門 收下了本季的第14救援成功 在富邦漢將的部分 先發投手范米特 今天只投了4.1局 被打出了8支安打 失掉了3分 皆為則失分 吞下了4連敗 蘭凱清 中季0.2局無失分 羅利 則是久違 以中季身份上場 一局僅用8球且無失分 展現出了高效率 而新陽投布蘭哥接手兩局的投球 僅被敲出一支安打無失分 牛棚聯手讓衛拳再無攻勢出現 總結了本週的比賽 總共打了3場比賽 拿下了3連敗 也是本週唯一勝率沒有開張的球隊 目前上半季的戰績 和降為15勝38敗 等於說已經打了53場比賽 在上半季還剩下7場比賽的機會裡 如何能夠找出最適合的隊型 去挑戰下半季 是教練團 在最後的7場比賽 最重要的一個課題啊 超強傾圈 超強 一 aula 一 aula 整理 好 接下来,来简单的来聊一下 我个人对于今年选秀的一个看法 布邦汉将,在今年 总共选进了12名的一个好手 其中投手是6名 内野手3名 外野手2名 以及捕手1名 第一轮,平正高中的投手 黄保罗 第二轮,台体大的投手 潘逸臣 第三轮 新北河连的内野手 慈恩启 第四轮 开南大学的外野手 蔡佳燕 第五轮 国立体大的内野手 林月谷 第六轮 普人大学的外野手 周嘉乐 第七轮 屏东宏伟的投手 林正成 第八轮 彰化艺高的投手 郭泰成 第九轮 嘉义大学的投手 黄紫成 第十轮 普伦大学的内野手 赖伯军 第十一轮 台北市大的捕手 李伟 第十二轮 古堡家商的投手 林华伟 第一轮 选黄保罗 我个人的看法是 在最好的高中游几手 曾子佑 以及最好的海龟 林凯威被选了之后 选上了 在今年高中同手 评比最好的 先发投手 黄保罗 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 把高中 天花板最高的投手 选进来一样 以被两三年之后 先发轮值的需求 这一点 我觉得 是很合理的投资 而在第二轮 在大社最好的游击手 季庆然 已经被台刚选走的情形下 选上了大社的台底大的投手 潘逸臣 我相信 校长 绝对是对潘逸臣 有相当程度的一个了解 才敢在第二轮的时候 就选他进来 因为毕竟在当时 还有其他蛮不错的一些 高中的选手 没有被选上 而校长他们 选择了潘逸臣 而没有选择其他的高中选手 我想 潘逸臣一定是相当程度的被看好 而在第三轮 选到了新北和联的慈恩琪 这位选手 在选前 也曾被校长点名过 能在第三轮的时候 就把他签下来 我个人也是觉得很合理 因为毕竟 如果再不选的话 可能慈恩琪 在第四轮的时候 我们汉将就选不到 所被判为大 有角城 是他的一个优点 但是我不晓得 他的心脏 是不是有和他的哥哥 小黑 一样的大科 如果有的话 我个人是认为 有可能在下半季 就可以看到他上来一军来比赛 纵观本次选的12名好手 在内野手的部分 全部都是游击手 而两位外野手都是角落外野 蔡佳燕如果能够养得好的话 有可能是长枪 而在周嘉乐的部分 是一名角城不错的一个外野手 欢迎这12名选手 加入到富邦汉将的这个大家庭 希望这个球队都能够让你们有发光发热的机会 至于如果要问我 我个人觉得这一次的选秀 富邦汉将选得好不好 我个人是觉得 至少要来个三到五年 才能够印证 今年的选秀到底选得好不好 大宝和三宝 各位看看 至少都养到了四年 才有今年的这一个表现 在本周赛程的部分 富邦汉将在本周有五场比赛 7月12号星期二在主场对战中信兄弟 7月14号礼拜四 在台南客场对战统一师队 7月15号星期五 在新庄主场对战卫泉农队 而在7月16号星期六 是到乐天桃园去对战乐天 在7月17号星期天 又回到了新庄主场对战中信兄弟 那节目的最后 先恭喜一下 乐天桃园 涌夺了上半季的总冠军 实至名归 打几狂 手背稳 总教练的电视辅助 判决的成功率又最高 那也不会去乱动投手的轮值 中球队不拿总冠军 难道是要让羊头一直终四日的那一队拿吗 恭喜乐天桃园 我也佩服统一师队 在上拼如此多的状况下 还能够拿到上半季的第二名 应该是会拿到第二名 没错啦 也证明了大饼真的是有料 富邦汉将 别忘了 富邦 冷梦 以上就是停更了三周的节目内容 请多多进场看球 如果可以 请多多带着你们的家人 朋友 同学 一起进场看球 一起为你们支持的球队 球员 加油 如果下周一没有比赛 我们应该是下周二见 拜拜 拜拜 听见那加油神奇 看见那蓝色球衣 跟着那心中信仰前进 汉将们全体一心 我们会继续相信 你有我跟我有你 全场坚持拼下去 确认目标 昨天尝尝拿出权利 奔战无所畏惧 看着那小声音 眼神中散发光芒 坚定我们的信仰 让你看见 不光汉将 搭上我们的战场 热血在发烫 你的加油在心上 绝不退让成为 你心中的勘奖 不光 汉将 嘿嘿 we will win 成为一个胜利降临 不光汉将 we will w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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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那加油神奇 看见那蓝色球衣 跟着那心动 信仰前进 汉将们全体一心 我们会继续相信 你有我跟我有你 全场坚持拼下去 确认目标 昨天尝尝拿出权利 奔战无所畏惧 看着那小声音 哇 眼神中散发光芒 坚定我们的信仰 让你看见 不光汉将 Go 踏上我们的战场 热血在发燥 你的加油在心上 全部退让成为 你心中的干将 不光 汉将 嘿嘿 we will win 成为一个胜利降临 不光汉将 we will wi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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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上我们的战场 热血在发燥 你的加油在心上 全部退让成为 你心中的干将 不光 汉将 不光汉 嘿嘿 we will win 成为一个胜利降临